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即將會在幾天內發佈一項行政命令 禁止美國的電訊公司 在他做下一代5G的基建網絡 全面禁止用中國的設備 所謂很快公佈行政命令 在報導中說 美國的官員和有關電訊行業人士 對記者所說 禁令幾天內就會發佈 這個禁令要阻止美國企業 使用來自敵對勢力的設備 可能這個行政命令 沒有點名華為 中興 因為如果點名就變成一個範圍 就會很縮窄 也不會點名中國 因為美國的敵對勢力 不止中國的 可能是伊朗 北韓都算是 當然他們不會有任何技術 可以輸出給美國 主要就是中國 大家也很清楚 敵對勢力 即是美國已經將中國 這些電訊截皮 甚至將中國自己本身 視為敵對勢力 未來幾天發佈 未來幾天是甚麼事 大家知道現在中美 貿易談判 第二階段 比較高級別 談判的代表在北京還在談 可能剛剛談完了 這兩天談完了 有結果沒有結果也好 這項禁令也會發佈 他不管中美談判的進展如何 把兩者截然分開 但明眼人也看到 兩者絕對是密切相關 一環扣一環 這對中國也構成很大壓力 我有機會可以詳細再說 這項行政命令其實不是今天開始 是幾個月前已經開始了 目的就是要阻止華為 華為這類中國電訊巨企 在美國的5G網絡上 扮演任何角色 進入美國市場 美國公司自己 用自己的方法 用自己可靠的途徑 或者用可靠的供應商 鋪設自己的5G網絡 說了很多次 美國的情報官員一直都擔心 華為和中興這類電訊公司 其實這些5G基建 會為中國開了後門 讓中國的情報部門可以進入 然後可以取得大量情報 因為5G的重要性實在太大了 除了網速比現在快很多倍之外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所謂物聯網 幾乎影響了每個人生活的物聯網 比如無人駕駛的汽車 物流等等 重要的 網絡的技術 透過5G可以得意實現 而且與軍事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所以美國除了禁止 使用行政的命令去禁止華為 或者中興在美國建設5G之外 亦大力游說 其他國家 其他國家 不敢做 不可以用5G的網絡 使用華為或者中興 而且美國亦做了相當多的功夫 在打壓或者壓制華為方面做了相當多的功夫 包括例如 他拘捕孟晚舟 要求引到美國 去起訴華為 說他侵犯美國的知識產權 去竊取 美國公司的T-Mobile機械人的零件 亦用釣魚的手法去誘捕華為 說他盜竊了美國一間 鑽石玻璃做手機屏幕公司的知識產權 這些刑事起訴 陸續就會出現 這類刑事起訴 你說美國是否用了莫須有的罪名 去打壓華為 當然不是 證據非常清清楚楚 證據非常確鑿 確實 華為亦在這些問題上 在盜竊知識產權的問題上 沒有因為美國 你說他拉孟晚舟開始來計 千方百計要壓制華為的發展 而有所收斂 反而越做就越變本加厲 我從另一角度來講 真的可以這樣說是與人無有 明知道人家要動力 似乎你沒有任何收斂 繼續去做 原因是什麼呢 可能是覺得 他時間無多了 他現在全面打壓你 於是 你就要用上任何方法 在被別人徹底封鎖前 有所突破 所以偷就偷 搶就搶 於是 別人也不是省油的燈 所以就拉一個正著 第二個正著 於是 給別人更多的 彈藥 去對付自己 就說 你這樣的集團 其實是 導致別人的知識產權 發展到今天 越來越多證據 表示這件事 不要說以前 是吧 最近幾個月已經發生了這麼多單 最近一兩年已經發生了這麼多單 就是說 別人對你的指控 完全是有確實的證據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 當華為被西方國家的指控 說他的 設備或軟件是有間諜的 開了後門 讓黑客可以入侵 華為的回應方式就說 沒問題 歡迎檢查 我們也在不同國家 搞了軟件的實驗室 硬件的實驗室 我歡迎大家來看 我們的軟件硬件 究竟有沒有 間諜的 軟件或間諜的晶片 放進去 你可以來 檢查完之後 你就放心 他在英國如是 在歐洲 東歐其他國家 中歐其他國家 都要用這個策略去回應 有些熟悉IT的朋友跟我說 回應方式是很笨拙的 因為我這些不懂IT的人 你就可以騙到 一般的網民 可以騙到 因為如果他們不懂IT的話 但懂得IT的人 大家都知道 這個軟件硬件 要去植入 這類的後門 賣了給你 或者跟你做了這個基建 是隨時可以加進去 可以更新的 無論這個軟件的更新 是圓碼 又或者硬件的 壞了之後要更新 或者換代的時候 亦可以隨時加進去 可以這樣說 就叫防不升防 整件事 根本不是說 你開放多少 究竟是不是真的開放 也不知道 被人檢查就可以解決 信任這家東西 不僅是建立於一時三刻 不僅是在短時間內 可以達成信任 但是去毀掉這個信任 或者毀掉這個信譽 其實是可以很快的 這次華為 截滅連三 被人破獲了 用竊取別人的知識產權 盜用別人的 研究成果 或者用黑客的方式入侵別人 拿別人的東西 清清楚楚就是 即使你過往十年 二十年 跟國家建立了一些 關係在他們三支 四支基建裏 搞了很多 設備的興建 但是截滅連三的事件 其實是華為送給美國 送給西方的 很重要的彈藥 好了 政府和海外人士的預期 特朗普簽這個行政命令 在這個月就會發生 時間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在巴塞隆拿 一個Mobile technology 即移動通訊的技術 貿易活動之前 美國政府 想透過這次的行政命令 去發佈 希望可以發佈這個行政命令之前 完成跟中國的貿易談判 現在看來也有點困難 現在說到 美國政府一直強調 他說這個行政命令 跟中美貿易談判 是無關的 安全官員希望把貿易問題 跟網絡安全問題分開 但是特朗普就很明顯 很明顯 不是這樣想的 是把兩件事混合在一起 因為特朗普曾經試過一次 介入中興事件 大家都記得 中興當時被揭發 賣東西給伊朗 賣東西給這些 受禁制的國家 受美國禁令的國家 被揭發之後 中興受到非常嚴厲的處分 就是禁售美國 任何通訊設備給中興 令中興馬上陷入停產 和休克的狀態 但是當特朗普和習近平 通過電話之後 應習近平的要求 放生了中興 本來我禁令是七年 如果死了 骨也化了 中興其實已經不復存在在地球 本來我禁令是七年 但是特朗普應習近平的要求 放生了中興 將禁令馬上解除 前提就是罰錢 罰了巨額款項 以及讓美國官員進入合規碰門 令美國的安全官員 到今天用紐約時報的說法 仍然感到痛心 即是說 其實他一棍就可以打死中興 但是 因為特朗普的介入 這件事似乎走不通 做不到 現在 特朗普已經明白 這件事的厲害關係 所以在他們安全官員的要求下 提出了很多證據說服了 他的老闆 簽這個 行政命令禁止美國的任何網絡 技術 或者網絡基建 用中國的設備 那麼 大家也看到 這種全面圍堵 或者壓制華為的做法 不是美國的單獨行動 美國的盟友已經有不少 相繼回應 或者承諾了 或者有些已經在考慮之中 美國的這個要求 最明顯的例子是蓬佩奧 國務卿和副總統彭仙 日前在歐洲訪問 有幾個前蘇聯集團的國家 他們重點是一個遊說的對象 例如去匈牙利 去波蘭 其他歐洲國家一直說服他的盟友 要將華為的5G網絡基建 完全拼除於歐洲之外 有些網友跟我說 匈牙利好像蓬佩奧這個肥佬 遇到很大的阻力 在記者會上 匈牙利的外長 回應蓬佩奧的要求的時候 又說 美國肝源他人內政 又說他是一種很虛偽的做法 你叫別人不要跟中國做生意 你就跟中國做生意 某程度上是碰釘的 這個蓬佩奧 原因其實不難理解 現在歐洲 我在這裡說過不少一次 華為其實在歐洲建立了 非常之 根基相當不錯的橋頭堡 用根基相當不錯 其實形象這個說法 真的好像種了很多東西 他用了很多錢 用了很多很便宜的設備 也簽了不少藥 令國家似乎一下子 或者一夜之間要取消跟華為合約 不要華為做5G基建 可能會陷入相當大的困難 賠錢 或者令國家5G的發展會慢了很多 是有某程度的問題 但是美國不是沒有殺手間的 美國官員一直跟歐洲的盟友說 譬如波蘭很想有美國在那裡 或者其他東歐國家 希望美國在那裡主軍 又或者建立軍事基地 美國官員用這種方法 或者用威逼或者利誘 他說有關駐軍和基地的決策 看看可以不可以 看看這些國家會不會 在5G網絡中 不使用中國的設備 這對於東歐國家的壓力很大 這些東歐國家 當然它以前是蘇聯集團 蘇聯解體之後 不少入了歐盟 亦相繼加入 以美國為首的軍事組織北約 這些國家為何要這樣做呢 第一 他們比較弱 他的軍事力量比較單薄 他時不時都會受到俄羅斯的干擾 或者威脅 很多國家都希望 美國在那裡 好像其他一些 歐洲國家那裡 有軍事基地在建立 在駐軍 去保護國家安全 這個 我覺得很容易理解 因為無論在二戰的時候 或者一戰的時候 這些國家首當其衝 會成為侵略的對象 但是他們亦想左右逢源 除了想得到美國的軍事保護之外 現在是非常積極 和中國和俄羅斯做生意 在經濟上 不可以依賴 或者依靠 但是和俄羅斯的經濟關係 都是舉足輕重的關係 譬如 俄羅斯的天然氣 運了很多 在東歐 東歐大家都知道天然氣很重要 無論是燃料 無論是取暖 都是很重要的能源 和中國的關係 亦相當多 在貿易上 那個關係的重要性是相當大 在這種情況下 現在美國要選擇哪 要他選擇 在華為這個問題上 究竟你是選擇中國 還是選擇美國 但是我相信 出動到蓬佩奧 出動到彭斯 去這些國家 我相信他們不能選擇 國家安全 在軍事上 在和美國盟友的關係 這個問題上 他們不能選擇 更重要的是 這些美國官員 跟歐洲盟友說 我們在世界各地 都看到這種情況 如果是你用華為的設備 就令美國的參與變得更難 蓬佩奧就說 如果這些設備安裝了 有我們重要的美國系統的地方 置身於他們的旁邊 我們和夥伴的合作 就變得更大的困難 他意思是說 如果這些設備 是用華為的設備 但是你要繼續 跟我們有軍事聯盟的關係 我們彼此交換情報 也可以在那裡 通過通訊設備 將緊急情況告訴你 但是如果這些通訊設備 是不可靠 這些通訊系統 是不可靠的話 我們很難 繼續合作 我們夥伴的關係 就會變得 相當困難 彭斯在 波蘭 亦都盛贊 盛贊 波蘭 在對付華為 這件事 防範來接華為 集團的威脅 保障國家安全 對波蘭作出高度的評價 而且在記者會裡面 點名 說波蘭在1月份 拘捕了華為分公司 銷售高層黃偉禎 和波蘭前安全官員 顯示波蘭政府 自力確保電訊 而不會受到危害 彭斯這樣做 其實大家知道波蘭是華為 在歐洲建立一個很重要的 橋頭堡基地 打破了波蘭這個缺口 整個歐洲都有機會 對華為來說會倒閉 剛才說 華為 要他選邊 美國也要他選邊 究竟你是選華為 選中國 還是選美國 現在 在美國的龐大壓力下 無論中國怎樣說 其實老老實實 最後不是難選的 不是難選的 最後選邊也很清楚 因為 軍事的力量 對東歐國家來說實在太重要了 我們看到 出動到蓬佩奧 出動到彭斯 用軍事的力量 你想不想在這裡建立基地 你想不想繼續受到美國軍事上的保護 在這樣的情況下 再加上美國牽頭 就要禁止美國的 電訊公司 電訊網絡用華為的任何設備 我會看到華為在歐洲 建立過去十多年的努力 可能很快就會 一招就會散散 全都散散 富豬東流 這個為期不遠 儘管中間 可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反覆 剛才說過 這國家和華為的關係 相當密切 也是透過很多的方法 令到這個國家 跟他簽了很多藥 搞了很多不同的基建 不是一天之間可以把他踢走 但我相信在美國壓力看 這種情況 很快就會出現 而且你看到有些國家 例如奧地利 一直呼籲一件事 不如我們談談 是否整個歐盟 都採取 同步 去面對華為這個問題 我也相信 在美國壓力下 歐盟會談這件事 最後也是同步 結果也是很清楚 華為不用在歐洲建立任何 在他們的主導下 5G基建的可能性 已經降得越來越低 用美國國家的力量 用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盟友的力量 去封殺一家公司 其實可以這樣說是罕見的 可以這樣說是罕見的 他們的研判 也不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那樣說 用抹黑的手段 用造謠的手段 去打壓一家民營的企業 其實是不道德的 其實 美國要不做 如果他要判斷你這個做法 這間公司 我不管你是國營還是民營 背後有什麼人 去支撐也好 要不就不做 他做呢 他不單止消滅於萌芽狀 即使你絕狀成長也好 他也會連根拔棄 當他發現你對他有威脅 他就會連毫不客氣地 把你連根拔棄 做得非常徹底的 你看到他現在發出來的攻勢 不單止是華為頂不住 中國也是無能為力的 要是多抓幾個美國人 作為人質地要脅 也有很多 無論是本地的 無論是外國的 用公關的角度 去評價中國對於華為的反應 就覺得中國其實是 這個過度的反應 不單暴露了華為 不是一間簡單的民營企業 更加令華為死快一點 中國這次在 這個問題上的研判失誤 其實有些事情是 他自己自食苦果的 以為自己真的大過崛起 用粗暴的手段 用很大聲 去渴止別人的方法 認為人家真的會被你嚇壞 尤其是那類 像加拿大這類愛好和平的國家 例如捷克相對比較弱 又要告人等等 因為用這種方法 真的可以令到局面扭轉 對不起 那個世界不是圍著中國來轉的 你必須明白 這個世界然有 不同權力的分配 你挑戰別人霸主地位的時候 有一樣東西很重要 照照鏡 看看你自己的根兩有多少 深藉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這個網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繼續付款給我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給我 用Payme匯豐銀行的 93315439 都可以轉數 又或者你用 800通的好易比 同樣一個號碼 都可以 拍照都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 畫線的 寫這個名字 寄到這個地址 我都可以收到 你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週年